永渡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永渡原名永渡乌东塔 是一名太阳系之外半人骂星上的土著名 在漫画中他原本是一名盗猎者 后来他的星球被毁灭 与原本是来勘察地形的圣里上校逃离了这颗星球 逃离之后的二人 遇见了同是逃犯的查理二世纪 和晶体人马丁内克斯之后 四人一起组成了初代银河护卫队 而在电影中他是星爵的养父 也是掠夺者的领导者 知识二 永渡本身就是半人骂星球上的原著名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超级力量以及超级体质 但是他却具有超人类的第六感 并且还有非凡的格斗技巧 以及高超的剑术 而他最强的武器就是可以通过吹口哨的方式 做控制的肥价 后来这直剑在银河护卫队二中 他为了救星爵死去之后 传给了他忠实的助手克拉格林 知识三 在电影中 永渡作为星际猎人的领导者 只要雇主给得起价钱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从来不论好事还是坏事 而当初从地球上抓走星爵 是因为他那时接了一哥 在各个星球上想夺小孩的任务 不过永渡却在抓走星爵之后 并没有交给一哥 而是把星爵当做自己的孩子来抚养 所以把星爵当做亲生儿子对待的永渡 即使在银河一里 星爵因为宇宙灵球背叛了他 他依然选择原谅星爵 这是一项心狠手落的永渡 唯一温柔对待的人 甚至在银河二里 为了救下星爵牺牲自己 把唯一的一件太空服给了他 知识四 虽然永渡有着一身显著的蓝色皮肤 以及一嘴三肢不齐的牙齿 但是他却是一个喜欢收藏各种小玩偶的大老 这点从他飞船上摆放的各种玩偶就看得出 甚至在银河一里 星爵等人合力打败罗南之后 永渡在手下面前演戏 从星爵手里抢走了宇宙灵球 当时永渡已经知道星爵给他的肯定是假的 但还是忍不住打开来看 发现里面放着的是一个小玩具之后 永渡还是很欣慰的笑了 即使星爵骗了他 但人会在里面放着永渡喜欢的小玩偶 在银河二里 永渡的葬礼上 星爵一样摆满了各种小玩偶在他的周围